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ActNormal 我是妹妹 我是大雪 大家有没有发现 随着买的护肤品和化妆品越来越多 采雷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买了非常多大热的色号 或者非常受欢迎的化妆品 但是发现在自己脸上却非常的灾难 我为什么涂起来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我就是灾难的买家凶 我跟大雪呢就经常交换 在我们脸上用起来非常雷的雷品 偶尔间还会发现 对方的雷品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呢 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 主要介绍一些唇膏 是我们互相觉得不太适合自己 交换给对方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就会在自己的手上 以及嘴上都试色给大家看 看一下这个同样的一只唇膏 在不同的肤色 还有这个色调的皮肤上的区别 除了口红以外呢 我们还交换过一些其他的化妆品 包括了眼影 修容产品 还有妆前乳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往下看吧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个的肤色 我是非常黄的皮肤 可能黄二百左右吧 就来到加州之后确实也是黑了很多 但是这个底调还是比较的粉调 还有蓝调的 是NARS的这个唇膏笔 4号是Dolce Vita 我觉得在我脸上确实是有点 就是显得黄一点 但其实是能接受的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败搭的 对还是难败搭的 下一只这个Katlandia Lovecraft 好这个就是我们出来的效果 对这个就是会显得我的肤色更加暗一点 有没有 比我本身的肤色还要再暗一点 White Beauty的Nori 是这个第三个 所以这个就是涂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在这个屏幕上能看出来 就是它把我脸就显得好像粉调要多一点 Mark Jacobs Kiss Kiss Bang Bang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涂出来的效果 这个一对比就我的脸好红 你的脸又脸黄 对而且这个就我现在已经是化了妆了 假如我是素颜的话就完全厚我这一个唇膏 就会感觉无精打采像是重度 Make Up For Ever的M401这个色号 这个是我们上脸的效果 其实红色还是比较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嘛 对 两三年前超级活的这支Lolita 2 哇 我觉得在我嘴上 真的吗 对啊 就感觉有个嘴在那里 这是我可能早期最喜欢的颜色之一 Dior的999 这个就是我们上脸的一个效果 对嘛显得我好像有点黄了 是耶 为什么呢 好神奇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比 有时候我觉得口红呢 并不是说颜色的问题 就是跟你自己的整体的肤色看起来配不配 我涂一些比较偏程的颜色 跟自己特别的不和谐 我最容易踩雷的就是跟我的肤色比较接近的颜色 这个裸色的话 假如色调一选不好 在我脸上就会非常的灾难 让我看起来就像生病了一样 因为我们两个的肤色啊 就是色调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选饰品的时候 我就更偏向选这种颜色的 我比较喜欢戴金色的 因为最近是金色比较流行的饰品啊 唇膏什么的 很多暖色调的唇膏是比较流行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买回来发现 这个真的不适合自己 不妨跟你的闺蜜可以交换一下 然后就便废为宝 给自己一些新鲜感 其实我跟大雪除了交换口红以外 我们还交换过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个眼影盘就是大雪送给我的 这个眼影盘是妹妹给我的 对 第一盘NAS眼影就是Cordura这个色号 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深的 它说是打造深邃的眼妆 对于我这种眼皮脂肪比较多 还挺适用的 我今天她的妆就是用了这个眼影 她的画法就是你不可以画得太大的眉眼睛 让眼睛真的是会有轮廓会清晰一点 妹妹给我的天冷天粉的颜色 它其实也是大地色 然后我也是用了这个来画 就是用的特别浅 因为我本来眼睛它的轮廓就比较深 年轻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胶原蛋白 眼皮好像肿起来一样 但现在发现这个眼眶就慢慢的往里面陷了 所以如果我再用一些特别深色 或者是特别显轮廓的一些颜色的话 就会显得特别老 特别的凶 然后妹妹还给了我两只小小的眼影 这是我今年那个Alta的生日礼物 这个颜色很紫棕色的感觉 这个也是一个偏粉的一个肤色 Alta比较热脉的两个色号 我之前失心风买了特别多的眼影盘 我那些眼影盘都还没有好好的在使用 然后这一个刚好是新的嘛 就送给大学 而且我今年也不打算买新的眼影盘了 我的眼影盘就蛮少了 我只有一盘是NARS的同系列的吉隆坡 所以也是紫棕色的也是这个色系 我就特别喜欢 KA的这一个旅行妆的修容 当时我知道说大雪说是说要把这个东西丢掉 我就惊呆了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能用啊 对啊 这是我的爱用品 我已经买了它的那个二代的修容书 而这个色号是Medium 特别的自然 而我今天脸上也是用这个涂的 大雪为什么不喜欢呢 这个颜色很深 但这个颜色在我脸上其实也是有点橘色的一感觉 最后一个东西大雪给我的Sofina的妆前乳 我的肤质是混合偏油 然后大雪的肤质是比较偏干的 这款妆前乳呢就是控油力非常强的 很适合让你的底妆比较持久 然后比较比较雾面的 所以我都是夏天用 很干的妆前在干皮脸上的话 它就会显得有一些 比如说痘痘的边缘就全是一圈白的皮 其实我们除了交换护肤品以外呢 我们还有交换其他非常多的产品 有时候也会交换衣服 这样就感觉像买了新衣服一样 对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我们都交换了什么护肤产品 或者什么衣服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也会做相关的主题的视频的 是的 希望大家也可以跟身边的朋友 多交换一下闲置的护肤品化妆品 下次再见咯 谢谢 拜拜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频道来分享我们的生活理念 我们比较崇尚简单的生活 希望能成为理智的消费者 只购买适合我们 我们喜欢的东西 如果大家对这些题材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们 订阅我们 然后打开下面的小铃铛 每次我们发视频的时候 大家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收看啦 关注我们